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五节的第二部分 确定非无保留意见类型 需要考虑的因素 上面我们介绍了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情形 或者说那个事项的性质 你是受限还是错报 同时我们也说过了 这个有错报或者有受限 未见的就是非无保留 对吧 也可能无保留 所以还得看你的影响大小 所以需要考虑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事项的性质或者类型 就是说白了 你是受限还是错报 另外一个甭管受限错报 你的影响不重大 还是局部重大 还是广泛重大 或者整体重大 对吧 所以一个是事项的性质 一个是影响的大小 首先看事项性质 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性质 是质报表有重大挫暴 还是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审计证据的这个范围受限 如果是范围受限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话 那里面可能有重大挫暴 也可能没有 你只是查不清 但如果是重大挫暴的话 我就查清你就是错的 对吧 好 所以是受限还是错报 另外 甭管是哪一种情形 影响大小 所以注册怪事就导致非无保留意见事项 对报表产生的影响的广泛性做事判断 就是局部重大还是广泛重大 那这两方面做了判断以后 这意见类型记不上就定了 我们看看 所以注册怪事对于这些相关事项的判断 均会影响意见类型 具体怎么影响你看一下 这个情形 一个因素就是重大挫暴 还是无法获取充分事大使用证据 或者我们叫重大受限 这是两种情形 不管哪种情形 是重大不广泛还是重大且广泛 好了 到这份两个方面评价完了 意见就定了 比方说 报表存在重大挫暴 重大不广泛的重大挫暴 这个是要保留意见的 然后如果重大挫暴 不光重大而且广泛 那是要否定意见的 那不就定了吗 范围受限 如果重大不广泛 保留重大且广泛 无法表示 你看 你把这个情形这个因素 和影响这个因素 定下来以后 意见类型就随之确定 对吧 所以可见下面剩下的重大任务 就是到底 我们的目的是要区分 挫暴是重大且广泛 还是重大不广泛 那就是第三 第四第五部分 不就干这个事 对吧 这地方我顺便标了一下 就这几种一件类型 比如说 挫暴导致的保留 和受限导致保留 还有挫暴导致否定 受限导致无法表示 这四种情形 我们看看啊 这过去的几年里边 因为挫暴重大不广泛 而发表保留意见 基本上没考过 但是发表否定意见 谁还是爱考的 但是从受限系列来看 保留达到了40% 无法表示达到80% 所以这几年呢 可能就是因为 新冠疫情的问题 会导致这个受限系列的意见 或者这个事项 考的可能更多一些 这是很无奈的事情 所以疫情也是推动了 我们审计准则的往前 往前进展 不得不面对一些 比如说过去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说你这视频 做了个什么什么事 那一般都不认可的 现在你不认可 也不行啊 这玩意是吧 所以还是有一些推动的 还是啊 所以具体情况 推动了我们 法规的一些进展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个题 一个真题 审议三年都报表 遇到下列事项 A注的怪事认为啊 导致对被人单位 假公司啊 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议论的事项 和情况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那你就得披露啊 这实际上说过的话 是不是啊 你得披露啊 但是管理层 根本就不统议 注的怪事说 我这有重大 我们没有重大不确定性 对吧 我们好好的啊 所以他就未在 报表复制中 做出与其持续经营相 能力有关的披露 你注意 他就没披露 他不是披露了 披露的不充分 他就没披露 那么注的怪事 你呢 在审计报告中 增加其他实际项 注意 你该披露的 你不披露 你这是违反准则 违反制度规定的 那是错报呀 对吧 既然是错报 而且是持续经营 这么大的事 持续经营至少是 局部重大 通常都是 整体性重大 广泛性重大 因为持续经营 假设 这件事情 就是能不能持续经营 简单 因为老百姓说个话 是死是活 这是天大的事 对吧 所以这种事情 能补重大 肯定重大 既然是重大了 又是个错报 因为该披露 没披露是错报 那就是非无保留意见 就是保留或否定 实际上 你搞了个什么 其他实产观 合适吗 不合适 这是我们前面一再说的 这个行业的不少的事务所 可能又不想得罪客户 又不想承担审计方面的责任 所以我跟你说了 但是我是以一种 无保留意见的这种前提下 跟你说 那放到哪里去 他就不能发表非无保留 他放到其他事项段里面去了 其实更聪明的可能会把它放在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认性部分里面说 我给你来个无保留 我在那个持续经营相关 重大不确认性部分里面 我说你的有重大不确认性 但是呢 怎么怎么没有披露 相当于把你的重大不确认性 也披露出去了 是吧 同时我又是无保留 那可能比对还聪明 但是那也是错的呀 这就是因为他非无保留呀 对吧 所以这个提示错的 这个做法错的 答案是我不恰当 管理从未披露持续经营能力 实际上的重大不确认性 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或者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应当发表否定意见 当然不可能是无法表示 要么保留要么否定 答保留答否定 都比那个非无保留好 这个因为 说应当发表非无保留 仔细地想一想 非无保留也包括无法表示呀 那你这么一个重大错报 至少重大的一个错报 怎么可能是无法表示呢 而你的非无保留就包含无法表示 所以我觉得保留或否定是更好的 那到底是保留还是否定 这取决于到底是什么事 那个不确定性的事项是什么事项 对吧 这还要 注册官也是做进一步的判断 对吧 好了 再看一个例子 你刚才是错报 你结果没有发表非无保留 对吧 那你是错的 下面看另外一个事情 这审议五年报表 然后事项五说 A这才会认为 几公司的商欲 碾莫所在重大减值 重大了吧 但管理层没有具体减的准备 那你 至少有重大的减值 你没有具体减的准备 那到底 减值多少呢 他说因为缺少相关信息 所以A这才会认为无法对减值减值减额做估计 我知道有重大减值 但是我不知道是多少金额 我查不清 是这么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打擦片球的 你查不清 你说这是范围受限呢 还是重大挫暴呢 我查不清 但我知道那是重大挫暴 对吧 我知道里面至少是重大的 你说是这算查清还是没查清 我定性的查清 你有重大挫暴 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金额 如果是这样 说不定都是一个挫暴 问题是 你觉得有重大减值 你无法获得证据证明有重大减值 对吧 要是这样就成了范围受限 他这个地方怎么说的 缺少相关信息 对了 这跟你说清楚了 对吧 无法确定对简直几额 做出的估计 那我知道你到底怎么错的呀 缺少相关信息 所以打算在审计报复中增加 强调是想断 这最后落实到是无法怎么怎么样的 缺少相关信息 对吧 这不就无法获取冲分事大审计证 不就犯个受限吗 对吧 结果增加了个强调断 又是该非无保留的 来了个无保留 不痛不远的增加了个强调断 强调断 我们下一节会讲 那前提是应当在报表中猎豹披露的 做了恰当的猎豹披露 才能强调 你这应当在报表中 具体检准备 你都没具体 对吧 你强调什么呢 你有重大挫露 我知道你的挫露 我估计是重大 但是我查不清 因为最后他给你 听话听音嘛 因为他最后说的是 无法获取怎么样的 无法做估计 所以那是重大受限的 对吧 你来了个强调断 那怎么可能 这都是十几种爱发生的事 昨天我又查一些 我们这个 现在手机上 这个朋友圈也好 什么也好 大家可以想象 我的朋友圈里边 很多都是注册会计师 对吧 会转发很多很多的一些 一些资料 一些文件 一些信息 当然都是不违反保密规定 包括北京注册会计会 公开的文件 总结了我们2022年年初 审计这个情况 一些情况 发现很多很多情形 都是应当保留否定的 应当保留无法表示的 换一换 应当非无保留的 他用强调断 其他断 以及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来代替 你看 实际中发生最多的 就是这种事 所以为什么考来考去 老考这些事 怎么就不能翻新一下 对 他职业资格考虑 他要考虑 行业实际情况 所以这个事情 为什么考这么多年 因为这事情 一直这个错误 一直有 对吧 所以为什么警察里边 专门有一类警察抓小偷 因为从古到古 小偷一直有 对吧 一直是一大祸患 是吧 当然也有人管这个事 他打算增加抢刀断 提醒大家关注 这就是我跟你说出去了 对吧 所以你不能说 我隐瞒你什么情况 但是我表面上 给你来这个无报应 这个当然不恰当 对吧 这个他问的是 审计报告的类型 是否恰当 不是问做法 要是做法的话 可能那你 这里曾沟通 结果没沟通 所以要问做法 是否恰当 那你要仔细多了 要问报告类型 是否恰当 就是他增加了抢刀断 你觉得这对不对 对吧 这个呢 应该说做题的时候 也是有很大的提示性 好 重大减值差不清 那至少叫重大范围受限 所以来抢刀断不行的 抢刀断意味着是无保留 或者这件事情 你不认为会导致非无保留 那都是错的 这不恰当 未对商与集体减人准备 或者说未对商与集体 重大减人准备 这块是无法对减值 其应该做估计 应当出局保留或无法表示一件的报告 这回答的重规重矩 他问的是报告的类型对不对 你是报告带了个抢刀断 我认为你这个报告应该是保留或无法表示 当然也认为是犯不受限 因为确实他说了无法 或者从分事当时的证据 对减值进来做估计 对吧 好 这两个例子都是拿这个抢刀断 其他断 或者说是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或者持有不确定性等等 拿这个东西不痛不痒 去代替那个非无保留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就错在这了 好 我们下面进入第五节的第三大部分 如何处理审计范围受限 这几年 因为疫情的影响 范围受限 在审计中考试里面 考的频率会更高 相对高了一些 所以我们今年把范围受限这件事情 要看得更重一些 好 这个范围受限 有客观环境导致的受限 也有管理层实际的限制 客观环境导致的受限 那是主观改不了的 没办法 比如说地震了 存货被买到地里头去了 对吧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人还没救过来 挖存货这不可能 是不是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那就是与大自然抗争这个过程了 这个我们这地方说的是 处理范围受限 主要指的是管理层实际限制 这个人为实际的限制 而且管理层应当配合 你 对吧 这个聘请我审你们公司的报表 结果你又 在审计的过程中又实际限制 这本事就自强矛盾 应当是有不可告人的地方 所以这个事情得要处理 所以承接业务户 如果注意到管理层 对审计范围实际限制 小的就算了 大到 认为这些限制可能导致 发表保留 无发表这件 限制是重大的 不管广泛 反正够上重大的 那么就要要求管理层 消除这些限制 所以注意了 不是说管理层实际限制 就一定要求它 消除 是实际上重大 以及以上的限制 并非不重大的限制 对吧 如果管理层拒绝消除限制 那我就给你来一个 范围受限 来一个非无保留意见 不 除非治理层全部参与管理 如果真的治理层 全部参与管理 他会说的 不说就默认为 没有全部参与 除非治理层全部参与管理 否则就得坏理 应当就只是有找到治理层 对吧 并确定能不能实施 替代程序或去充分 是哪些证据 我要实施什么程序 管理层施加了限制 这个限制的这个事项 我评估了一下 这个可能导致 非无保留意见的话 到这份上 我就得证告你 取消这些限制 否则没好果子吃 对吧 结果还不取消 那就找治理层 第一要求治理层 当然是写住 注册管理层 对吧 这个与管理层构通 让他取消限制 同时 看看治理层 能不能想想办法 让我们实施一些替代程序 或者冲分 实施一些证据 所以那通过下列方式 确定它的影响 第一 如果未发现的错报 因为范围的受限 我不知道里边有没有错报 有我也发现不了 对吧 如果未发现错报 可能对报表产生影响重大 但是不广泛的就保留 第二 如果受限的范围的影响 不光重大 而且广泛 如果发表保留意见 说不过去了 那这时候呢 先考虑解除业务决定 解除业务决定 被禁止或者不可行 才无法表示 所以大家注意没有 你把这个程序好好记一下 它的步骤 管理层施加限制 如果是客观条件施加限制 那谁也没办法 你辞了职 你解除业务决定 让换个事物所审 他也审不了呀 对吧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这是管理层施加限制 而且至少达到了重大的程度 首先要求你取消限制 你取消了 咱好说 你不取消 我找治理层 除非治理层全部参与管理 否则我找治理层 找治理层 看看另外想办法 能不能实施替代程序 对吧 如果找到治理层 治理层才解决不了 也没有替代程序 那才能说无法获取成 非是大程序证据 因为特定程序无法实施 不能说无法获取成 非是大程序证据 对吧 特定程序无法实施 要考虑期待程序的 好 这我都考虑过了 最后还是无法获取成 非是大程序证据 那就是根据范围受到这个影响 重大不广泛 重大且广泛 来分别处理 如果 重大不广泛 不考虑解除业务 未定的 就发表保留意见 如果重大企业广泛 达到了 这个 重大且广泛 达到了无法表示的程度 那不是先发表 无法表示 那是先考虑解除业务 未定 解除不了 才无法表示 在这种情形下 用我们 第六节的话来说 实际上你还应该增加一个 其他事项段 解释 为什么无法解除约定 对吧 否则人家莫名其妙 来了个无法表示意见 可让你审去了 你没发表意见 还来了个无法表示意见 那就算审完了 别人还不能审 对吧 你干嘛不解除业务 我没法解除业务 你怎么就 没法解除业务 我们看 无法解除业务 预定的情况 可能包括 第一 注册会是接受委 这个委托审 公公部门实体的财务报表 这是不允许解除业务 预定的 因为如果允许事务所 因为公公部门实体财务报表 审计过程中 有这个广泛性限制 就解除业务预定的话 来一个事务所解除 再来一个事务所也解除了 最后是没有人出审计报告 这公公部门实体都无法运作 那不行 你哪一个无法表示 他审计这一关总过了 在整改着呗 是不是 另外 接受委托涵盖特定期间 审计特定期间的财务报表 或者 接受一定期间的委托 业务预定里边说了 规定的明明 在完成 这个审计前 或者收拓期间 结束之前 不允许你解除 解约 好了 给我赔一千万 可能没准这么签 我得想打个比方 那在这个情况下 注册贵是可能认为 去增加其他摄像段 对吧 我就说明 我无法解除业务预定 我给你来个无法表示一件 是这样的 好 所以不要以为 受到广泛限制 就一定是无法表示一件 对吧 首先还有个解约的问题 能解约 肯定也不需要发表 申计意见了 解不了预约 这无法表示一件 也可能增加其他摄像段 解释我为什么无法解约 审计的事 是其他摄像段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个题 这个常年审计客户呢 是个化妆品的生产批发 零售这么一个公司 审议四年报告 一五年的题 确定集团报告 整体重要性六百万 然后资料四里边 重大事项处理 其中有个事项四说 A这块认为 假集团公司 背试年度 2014年 某新增主要客户 很可能是他的关联方 又是个主要客户 又是新增的 这压根就是自己成绩的一个 在询问管理成绩 和实施追加了程序后 该做的都做了 这个询问了后不行 所以才追加了别的程序 但是别的程序都做了 人无法确定 所以把各种程序都想过了 无法确定 他就据此发表了保证意见 大家注意 据此两个字什么意思 就是我根据上面说的话 没考虑别的 我就问了问 他不说 说出来的我也理解不了 或者是 我呢 再做一些别的办法 我办法都想尽了 好 还是解决不了 还是确定不了 到底是不是关联法 我就发表了保证意见 你忘了 你还一旦找治理层呀 对吧 这程序你就不合法了 你这个该做的没做嘛 对吧 一旦找治理层呀 没去找 就错在这儿了 这个题问的是 做法是否是当 你注意 我说了 只要问的是做法的话 那毛病可能到处都是了 可能处在任何一方面 如果只问这个审计报告类型 是否恰当 非常不恰当 那查不清范围受限 你说没有可能保留吗 完全可能啊 你也认为可能 那我就是 正好在你的可能范围内 就跟你 我们说的区间 你搞这个区间 我在你的区间里头 你凭什么认为我错呢 对吧 这查不清可能保留 可能无法准视 因为它是关联方 又是新增的主要客户 对吧 所以说报告的类型 未见的就错 但是你拉了程序了 所以他问的是做法 你知道吗 对吧 所以你要注意他的做法 所以不恰当 应当考虑将该事项 作为审计中的重大困难 与治理层沟通 对吧 做不做重大困难 反正应当有治理层沟通 因为这是管理层施加的限制 因为他自己成立的 自己新发展的客户 是不是管理层他应当知道的 对吧 所以应当是管理层施加限制 要求治理层提供进行信息 所以我说这是做法 你拉了一个步骤了 你错了 我们就追求我们审计的规定 至于如果真的问审计报告 恰当不恰当 那最后难道不可能是保留吗 完全可能是个保留 是不是 所以做题的时候 这种细节 看看人家要求 问什么 很重要 这玩意要不错 那么一两个题 都想不到 这要求有什么学问 要求你不说 我都知道 你都问是不是恰当 为什么恰当不恰当 在底下自己 自己做题的时候 我都错了 可能醒过门了 原来是这个地方错了 或者有学同学错了 最后也搞不清 我到底什么时候考虑这个做法 什么时候考虑审计报告 其实在问法里面 已经明确的说出来了 实际上 所以这叫做题经验 同学们 好 那么这个第三部分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了 关于范围树线 怎么处理的问题